HELLO 大家好 我是XXY 歡迎來到XXY 哏你看電影 讓你看電影更有哏 今天要評論的電影是 殺手喻言 一位名叫喻言 身手不凡的殺手 被老大指派休息一年 並且前往大阪派駐在友好組之內當顧問 停秀這段期間之內 他必須遵守不能殺人和當一個普通人這兩大原則 我想電影或是原著漫畫的概念發想都是非常有趣 縱使有不少類似的作品 都是以這種厲害的殺手卻不能殺人的設定 但是殺手喻言以喻言這個名字來作為名稱 或許源自於喻言就是一種帶給人啟發的故事 故事的背後帶著強烈的核心價值 反思我們人性對於萬事萬物的行為反應 殺手喻言的故事或許就是一則現代日本社會的喻言故事 反應著這些忙碌的日本人還有人際關係上的一些微妙的變化 他試著透過喻言這個殺手的視角來告訴大家 當一個普通人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他讓我想起2005年由上野樹里所主演的《烏龜游泳意外迅速》 這個超級奇怪的片名他描述了一個家庭主婦 因錯陽差之下被間諜組織吸收 並且被指派當一個普通人隱藏在社區之中 或是像聖歌傳透過佛祖和耶穌的視角來剖析人類的行為 觀察社會動態的一些人際關係 在這個繁忙的日本社會之中 每一個人都帶著做好社會機器小螺絲釘的這種天命 但是當一個普通人這種期許的精神 或許就是日本社會期許每一個人的潛意識狀態 我知道很多人很想問 當一個普通人真的不難 我覺得當你看完之後你或許會覺得很難 因為殺手喻言的故事雖然說是非常的荒唐或是誇張 但是其實也隱隱約約透露了一點人性的現實剖析 人就是一種非常矛盾又奇妙的生物 你越是告訴自己不要去做 你偏偏會想要去做 反之你越是要限制這個人 你會越有動力驅使去做某件事情 我們總是不停的在選擇的兩難之間做出必要的取捨 也或許說 所謂的普通人就是必須去承受這些選擇所帶來的影響 在電影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冷酷的預言 心裡存在著某些善良又柔軟的一面 從電影開頭展現了預言他驚人的殺手能力 再到中段的故事他遭遇了生活上的改變 遇到新的人還有遇到新的危機 在危機發生之後呢又來解決了這個危機 從殺手預言的故事架構來觀察 他確實圍繞在超級英雄起源故事的 描述英雄起源以及解決危機這兩大主題身上 但是當他從當一個普通人這個觀點去做出發 切入這整個主題呢 也做出了這一套他自己屬於自己的特色 不能殺人這個原則代表著預言能夠更加注意到生命的可貴 當一個普通人代表著預言能夠更加體會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相處模式 這兩大原則之下呢 電影似乎讓觀眾透過預言這個角色 觀察到社會的脈絡去思考我們生活上 可能不曾思考過的問題 就整體而言啊 殺手預言是一個非常有日本特色的殺手電影 精彩的動作元素還有快節奏的武打槍戰 還融合了日本特有的荒謬喜劇 呈現了一個非常風格化的作品 鋼田准一這個從日本偶像歌手出身 再到轉戰大螢幕 他的演技啊依舊是不會讓人失望 他可以讓你感受到什麼叫做認真的搞笑 同時呢又可以讓人感受到 預言這個角色的內斂還有深度 或許呢我們就是因為當太久 普通人所以忘了我們自己有多特別 而或許呢 我們都是不可取代 而且獨一無二的個體 才會不願意甘願做一個普通人 不論如何呢 當我們在看殺手預言的歡笑同時呢 我相信呢你應該也會有所啟發哦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評講解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不想要錯過我任何的文字影評 或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哦 我不是公讀不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XXY 感謝你 我是你的好朋友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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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好